我覺得蔣王安的回覆就很直接很簡單 那美國都沒意見了 你再有什麼意見 對吧 就他服務的美國公司 然後現在綠營要指控說 他都是幫一些入資來做服務 那就算是有大陸的企業 那怎麼樣呢 那人家也都是在美國的公司裡面 然後美國的政府也都合法 一切的遵守當地的法規跟準則 美國政府都沒意見 你民進黨的議員參選人 或你民進黨的其他人 有什麼資格有意見 難道又要影射有什麼危害國家安全 還是其他嗎 那也沒有嘛 所以我認為現在這種選舉手段 已經到了一種非常無知 然後跟很邪惡的地步 就完全以一種會聲會影的方式 然後去做不當的影射跟聯想 你看 比如說 他好像都是為入資在做服務 好啦 那第一個 那有沒有具體說出是哪幾家入資 你好歹要指控你講一個具體的嘛 曾經講完 曾經幫哪一家大陸公司打過案子 或他曾經調閱過 哪一個大陸公司的文件 也沒有啊 然後好 那就算是大陸公司 又怎麼樣呢 有怎麼樣嗎 也沒怎麼樣啊 但是偏偏好像提到了中企 提到了大陸 提到了中國 就試圖要去往講完的身上 要去抹紅 然後要去潑髒水 然後讓綠營的選民 自動做出一些腦補 這就是在2018年當時張天青講 怎麼樣 影射的殺傷力最強 然後呢 這種方式也如同巧心講的 就是最沒有guts 你知道嗎 你就直接具體講出說 蔣萬安在幫助的那間大陸公司 怎麼樣 它裡面就是匪諜 它裡面就是共匪 或它裡面是第五重隊 有直接講嗎 也沒有啊 那就算幫陸資服務又怎麼樣 也就是正常的商業跟貿易的來往啊